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一分送上了生日祝福 更是史无强力地晒出两人的亲密合照 这是两个人相识相恋结婚以来 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恋爱 去年的4月14日 木村拓哉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 对公团敬香说Happy Birthday 但形势低调 只有了解他们的人才懂得 结婚20年 他们第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关于对方内容 第一次发布两个人的合照 也是第一次收到来自外界的祝福声 就照例年轻的木村拓哉 公团敬香因为在一起 木村拓哉更是捏着老婆的嘴 笑得十分开心 朝天 话说作为木村拓哉的中国粉丝 真的很幸福 他在日本都没有开通Inex 推特等个人社交账号 却在中国开通了微博 每天都发布自己的相关行程 给中国粉丝满满的福利 更值得重点的说是 这是木村拓哉和公团敬香结婚整整20年 他们自己第一次晒出夫妻合照 杰尼斯事务所 有很严格的艺人肖像权 加上杰尼斯事务所 本身不鼓励旗下一人结婚 难看到他们的同框的机会会难上加难 2002年被拍到一起现场 看世界杯的木村夫妇 几年前周刊文春杂志的记者曾称 杰尼斯事务所的夫妻是不能公开合影的 这一点在圈内媒体中间都广为人知 所以不提木村拓哉的名字 也是因为杰尼斯事务所意向以来的规矩吧 由此可知 这次我们看到木村拓哉 自己的公开夫妻合照 是东北弥足尊贵 2014年被拍到一喜冲浪的两人 在很多年轻朋友的印象里 木村拓哉和公团敬香 这种上世纪的顶级男神女神在一起 应该比天造地设还要浪漫吧 但只有在那个年代 亲眼见证无我这对 与全世界作对的聚CCP的人 才能明白把木村拓哉和公团敬香的名字 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木村拓哉与公团敬香结婚的新闻 被日本NHK电视台 每隔15分钟就滚动播放 被当年的媒体形容为 只有天皇嫁奔才能相提并论 公团敬香自从与木村拓哉结婚 13年传年 日本人最讨厌的女艺人榜首 直到2018年的调查 结果依然如此 木村拓哉和公团敬香 也一度被评为最讨厌的夫妇 因为未婚先孕 公团敬香当年一度陷入 拿孩子逼婚的传闻 就连很多圈内知名人 也因为超爱木村拓哉 而如此揣测公团敬香 林心如和小A4还曾在康熙里 公开讨论过 刚结婚的时候 公团敬香在怀孕安胎 期间收到过无数恐吓信 家门口被丢过带血的死因 墙上被扑过红油机 车里被发现过炸弹 对木村拓哉的偶像失职 指责谩骂 全日本甚至全亚洲的女人都在恨 因为太爱她了 她可是全亚洲女性最想嫁的男人啊 而她俩又爱得如此明目张胆 为了对方在与全世界作对 谁又能受得了啊 木村拓哉年续15年 被评为日本最受欢迎男性的No.1 长相清秀俊朗 时髦又前卫 穿衣打扮 发型着装 都引领着整个亚洲的流行趋势 流行花园F4的飘逸长发发型 是因为木村拓哉 罗志祥说自己当年牛长发 穿雪鞋 也是因为木村拓哉 是第一个代言口红广告的男明星 不仅口红项亮空前 连海报都会被偷走 不仅是偶像 是精神支柱 更被媒体称为日本经济的救世主 是所有女人都梦寐以求 14岁参加选秀出道 除了美貌 龚腾镜香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个性 80年代 旧元康创立过 红极一时的偶像团体小猫俱乐部 龚腾镜香是团队中最特别的存在 他在节目中 敢大胆地说最讨厌谁 也公开自己喜欢骑摩托车 在那个清纯系偶像当道的年代 很有自我主张的龚腾镜香 走的是当下的不良少女风 完美偶像盛行的年代 龚腾镜香走了叛逆的路 公司决定让单飞发展后 更是屡次创下女歌手的爆红记录 成为日本第一个连续12年 打入日本最知名度的音乐排行榜 Oricon 戏叠榜 排行榜前十的歌手 登红白歌会 单曲销量在那个年代只达100万 具有自我主张的不良少女风 不仅引领了特别的史上坟潮 还成为名侦探柯南里 保力男的形象muse 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开演唱会 场场闭卖空爆满 被日媒评价是日本偶像派的最后一个奇迹 在事业的颠分时刻 龚腾竞相决定要结婚了 对象是全亚洲女性的 梦中情人木村拓簪 这个男人为了他一个人 向全世界爱他的女人的爱宣告终结 2000年11月23日 木村拓簪在演唱会开始前 亲口向世人 宣告了自己要结婚的消息 大家晚上好 我是木村拓簪 今天的演唱会开始前 我有事要向大家 亲口报告 虽然很任性 但是无论如何 也想在演唱会开始前 亲口告诉大家 所以我站在了这里 我这次要结婚了 原本要在演唱会全部结束时 这样告诉大家 但是却变成那种形式 让大家吓了一跳 对不起 今后我一定会像原来一样 一身血命的努力 在木村拓簪亲口宣告之后 有日本媒体曝光了 功腾进香的消息 所以此时站在舞台上的木村拓簪 除了鼓起勇气 对爱情的孤注一掷 更肩负着偶像师格的巨大压力 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的那样做了 演唱会后的记者会上 记者们对刚公布婚讯的木村拓簪 也并不友好 但木村拓簪的回答 却是这对爱情里至今人 令人回味的高光 你会入籍吗 目前还没有 但近日内有这样的预定 对象是功腾进香小姐吗 说她还有谁 她怀孕是否属实 是的 她已经怀孕四个月 详细情形请问她本人 你何时知道女房怀孕 有一段时间了 她告诉我已经有了 当时的心情如何 吃惊但非常高兴 向其他成员报告过了吗 是的 他们也很吃惊 决定结婚了吗 我们决定结婚 但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才决定 孩子只是意外的惊喜 两位入籍和怀孕的次序 似乎颠倒 顺序这种是很难说 有孕就有孕 结婚是何时都可以 你想构筑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跟大家一样 当时有不少人说 静香使用了特殊的手段怀孕 用孩子逼迫牧村结婚 但实际上 牧村早在2000年夏天就求了婚 孩子只是意外的礼物 牧村本人也澄清了这点 第二是 没孩子也会和公腾静香结婚 在之后的采访中 静香也提到过 有了孩子之后 自己十分意外和惊慌 是牧村给了自己依靠 并勇敢地承担起了一切 与外界展开了对抗 牧村拓家和公腾静香 去注册结婚那天 是全亚洲女人 心碎时刻 他们拒绝了代办 而是亲手拿着申请书递进窗口 这个时刻 在当时日本媒体的描写下 堪比偶像剧般 令人惊心动魄 办理手续的职员非常紧张 围观的群众 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 是啊 他们与全世界为敌的爱情 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 当时公腾静香肚子里 就是近期刚刚决定出道的 大女儿牧村清美 结婚后的牧村拓家和公腾静香 一度被公司却藏 事业被暂停 牧村拓家之后复出 公腾静香鲜少 才能走进公众视野中 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 生下长女 新妹和次女光夕 作为妻子和母亲 静香尽心尽责 为家人做的手工面包 连果酱都是用自家种的水果等做的 冬天一镜亲手之毛线帽 注意防腐机的她 甚至给孩子吃的零食 也是自己亲手做的 两人还拍到过几次 一起送孩子去学校 牧村拓家和公腾静香 结婚20年来 虽然每年日本小报 都要制造出些出轨 但二人用实际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婚姻幸福和又美满 去年光夕给母亲 写下了这样的生日祝福 生日快乐妈妈 我在这个充满爱的家出生 如此幸运拥有一个超级妈妈 真的很谢谢你 不管人们说什么 你总是做自己 对我们心祝了那么多的爱 感谢让我们在充满爱和希望中成长 您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我真的非常幸运 谢谢你一直支持着我 谢谢你每天 都为我们准备好吃的料理 爸爸拥有你这样的伴侣 我觉得爸爸是最幸运的人了 很多感谢都说不完的妈妈 我得从心里谢谢你 他还说 不管人们说什么 你总是在做自己 对我们心祝了那么多的爱 感谢让我们在充满爱和希望中成长 您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几年前上海一家人物专访 采访过婚后的宫藤镜香 她的态度一如刚出道时的自我风格 依然是那个被牧村拖在爱上的帅气女人 后面有画是生活里的爱好 而宫藤镜香能把爱好做到极致 14次入选日本二科展 在日本这是身为画家的荣耀 投身珠宝设计自创另类的珠宝品牌 很有自我想法的她 把市场上从未出现过的蜘蛛窟窿 作为装饰出售 备受时尚圈的关注和喜爱 即使不曾露面 即使人不被全世界看好 我们都明白他们生活过得有多么幸福 现在仍有很多人在恨他们 恨他们身为偶像的师哥 彻底地伤了粉丝们的心 恨他们一起背影的全世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的爱情好令人羡慕 20年过去了 这是一段没有祝福的爱情 也是一段让全亚洲的女人都向往的婚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